我终于抽到这个系列的隐藏了 今天来给大家拆一期盲盒大杂会啊 咱们先来看这个童话奇遇记啊 因为我终于抽到这个系列的隐藏了 之前我挑了一个最重的是这个小红帽 大概是189克 大小隐藏比最重的基础款还要重10克 我这盒的重量是198.6克 上下晃动空间非常大 而且有杂盒感 前后是小范围晃动 左右在中间这个位置 感觉是一个配件在撞盒 如果你也想抽这两个隐藏 最好是带着小红帽去 比你手里的小红帽要重一点 应该就是隐藏了 如果要是直接去颠的话 有可能会翻车 我这儿小隐藏银色狐狸 也行也行 撞盒的就是这个底座 这是超大一只啊朋友们 而且是这种手感漆 大小和手感真的很像是大娃娜 它的原型应该就是小王子了 它的头上还趴了一只小白狐 脸上还有小雀斑呢超猛 再来看喵铃铛动物派对系列哈 这是款式 我是为了抽大小隐藏 我看他们的手感说大小隐藏是最重的 我这个就挑了一最重的 结果翻车了 我这盒足足有123.6克呢 都不是隐藏 不过好在是这个封面 蜜蜂喵也行吧 喵铃铛我一直都还挺喜欢的 这个系列都给穿上了动物的衣服 这个脸太可爱了 翅膀是透明的 猫的头还可以稍微转一下 让我看看谁还没给皮匠点赞 再来看两个豆魄苍穹的盲盒哈 有看过这个的小伙伴吗 我还真没看过 这两个是我参加活动得的奖 8加1 看这个剪影 你们能猜出隐藏是谁吗 照例称重一下 这盒是95.4克 另一盒94.4克 就差1克呀 我这只抽到了药尘 里边还有一张卡 可以免费再抽一次隐藏 这回隐藏就知道了 是美肚杀女王 这套盲盒我感觉做的还挺不错的哈 脸没有崩 而且质量还不错 我现在肉眼没有看到任何瑕疵 腰间的玉佩也都做出来了 手上的火焰是透明件 每盒都有不同重量的干燥剂 可以理解 这盒还多了个这么个玩意儿 这什么呀 黑中币吗 这只是云韵 可以啊 这套盲盒做的细节非常的好 喜欢豆破苍穹的宝子们 可以考虑冲一波 他这抽奖系统有bug 我刚才扫了一个 刚上说我没有抽到 我就说我再扫第二个吧 再扫第二个 他就说我抽奖次数已用完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潮玩族四周年 回馈粉丝的一个活动 我是第一批入住的 给了一个恐龙妹的盲盒 还有一包小贴纸 这是四周年 他们给网友写的一封手写信 我觉得还挺用心的 还有一这玩意儿 咱先看看这是什么 啊 这个是摇摇乐 一会儿咱们自己做一下 先看看这盲盒吧 珠光炫彩子愿 哎 这个好看哎 它是这种渐变色 身上还加入了这种珠光的闪粉 反正这个系列我一个都没有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恐龙妹的这个眼神是凹进去的 你们能看见吗 眼神怎么这么空洞啊 妈哟这个贴画怎么还分隐藏啊 一发入魂 这个我喜欢 隐藏我的了 这也挺好 欧皇是我没错了 变open5 这个十分需要了 连接热爱 这是幸运仅礼 波飞入欧 这个很需要 热款认证 运气爆棚 这运气给你要不要啊 这潮丸族真有你的 我还得被迫做个手工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上边塞不进来 好不容易塞进来了吧 还掉出来了 好啦 今天这期盲盒大杂会 你喜欢吗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给我点个赞 再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个拆盒视频见 拜拜 拜拜